昨晚那場歐聯16強次回合 應該說昨晚提完兩場 最後兩場歐聯16強次回合 終於定出了 今屆歐聯 8支入了8強的球隊 3支2入球都入到8強 真是不知道多少年沒試過 真是 反而英超 英超有兩隊 德甲 只剩下8人一隊 西甲 是王馬 王馬 昨晚那場是比較觸目的 王馬回到主場 在班拿貝 首回合王馬作客雁飛路 大勝5比2 落後兩球 接著就連追5球 5比2反勝利物浦 賽前為何會說關注呢 大家因為一來 兩隊都在全球上有多球迷 二來大家會覺得 喂 利物浦 落後三球 可能都會追到的 因為之前不是沒試過嘛 對巴塞最深刻就是對巴塞 幾季之前 那一季就拿了歐聯冠軍 那一季就拿了歐聯冠軍 先是 再是老型輸0比3 然後 回到主場 贏4比0 所以 令到大家以為有無限憧憬 你說普不是沒有機會 絕對有的 老實說 昨晚我 我開直播的時候 真的不是沒有機會的 如果利物浦一開球的時候 先按了一顆線的話 很快 真的什麼都可以發生 起碼上半場領先一球 真是 什麼都可以發生 當然啦 接戰下來 沒有大家所謂的奇蹟出現 就不是什麼大奇蹟 更加 在這個完場前 78分鐘也不是完場前 78分鐘左右 這個王馬憑著 一次的進攻就有 其實那個球是有趣的 其實本身 已經是雲尼修斯 進去的時間 就已經失敗了 其實 已經失敗了 但是他跌倒的時候 又可以插球 去到身邊的中間 插入中路 被賓斯瑪 無人看過之下 近門射入 一戰定江山 唯一的入球 最終 王馬 1比0 擊敗利物浦 當然是開心 這場比1比0贏利物浦 兩回合計總比數 就是6比2 大勝利物浦 成功殺入 這個歐聯 八強 繼續他們的遺免之路 利物浦 抱歉 這兩場上屆的決賽翻版 沒辦法 利物浦都要輸了 出局 戰敗出局 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麻煩大家幫幫忙 Subscribe 和Share 這條YouTube Channel 英超期間 如無以外 weekend 都會繼續 開Live 有聲音直播 希望大家Subscribe 一起看看 波吹、水溝、波經 歐聯 週中歐聯 歐霸 都會 至少有一晚 都會開Live 聲音直播 希望大家Subscribe 支持一下 當朋友一起 一起陪伴一下 看看波 最後就是 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決一筆好 希望大家高台貴手按個按鈕 按個Like、留言 Subscribe和Share 因為YouTube好看這類型的reaction 越多這類型的reaction 才會增加YouTube的推播機會 希望大家 高台貴手 高台貴手 按按鈕 讓YouTube可以 推播一下 還有就是 Follow Patrick 來月露的IG OK IG 都要贏了 希望大家都會Follow 我們首先看看雙方的陣容 主隊的皇馬 肥安 排過433的陣式 露門 古圖好斯 後防的優智左 Carvasa 米尼達奧 魯迪加 以及 雅祖 出雅祖打過左閘 三個中場 Kerrozi 卡馬雲加 以及摩迪 兩個老爺 一個小朋友 前面三三擊 華為迪 賓斯瑪 隊長 以及雲尼修斯 那邊相 利物浦 今場 高普擺明擺大過頭 4231 因為要 盡快爭取入球 要入球 爭取入球要攻 要贏 要進級就要反勝 要贏 沒得說 所以4231 龍門就是艾利神 後防又有 至左 雁諾 江納迪 VVD雲迪克 以及羅伯辰 防中出了 占士米娜 對今場擔任隊長的占士米娜 拍著法斌奴 三個中攻中場 沙蘭 加普 以及 紐尼斯 以及祖達 正戰頭 紐尼斯 當然他們的走位 經常 經常性是甚麼 就是周圍走的 紐尼斯 以及祖達 很多時候都交換口位 這樣走的 所以 你說誰正戰頭呢 到時候真的看情況而定 這場球 上半場 雖然零比零大 但精彩程度真的不差 雙方都很快 一對沒有因為領先 慢慢來踢 因為對著利物圖 你知道如果真的 拖得很慢 你給他控球權 或者 給他多點時間用的話 其實都是 不是好事 黃馬 在上半場 你說前場迫搶 不算作出得太緊 但是他們中場的迫搶 是迫得緊的 以及今場球 看到 肥安真的不怕你擺大頭 最怕你不肯離攻 今場球 肥安是作出了一個針對性的部署 利物圖 大家都知道 利物圖 一直以來的問題 防守性的問題 大家 給5秒時間 大家想到不用5秒 3秒 都已經立即想到是哪個問題 右邊 右邊的防守 硬落的位 肥安 你知我知 肥安會不知道 就是 所以今場幫他集中攻他左路 雲利修斯 卻奧斯 賓斯馬 甚至乎蓋上來的拿草 輪流蓋上來 當然以修斯為主 當修斯拿著他球的時候 其他隊友 都會立即 在身後 匹安 方圓 幾里的範圍 隨時會逼他去圍 而一個修斯 本身雲利修斯的技術 已經不用懷疑了 他除了對於阿諾 基本上阿諾 很多時候都被他一仰 或者快放鬥跑 都是處於下風之際 就算 你法斌奴 或者 雲迪 不是雲迪 右邊 應該是江納迪 過來出來去承認 修斯也互過球 真的互得好 起碼也拖到那些位 尷尬 盡量看看有沒有小位的位置 可以推進去 壓入禁區 下底線 出球出來 基本上雲迪修斯上半場 在阿諾的右路防守 沒有龍的沒有 好像 拿著八日通 不斷打完就過 還有黃馬球員的技術 真的很在小位做的 小球 真的做得好 真的做得好 所以 可以看到為何利物浦的防線 在昨晚這場球 受到這麼大壓力 特別是右邊那邊 所以很多時候的進攻都在 和馬進攻左路 另一邊閘 羅伯臣對著華為迪 反過來 安察洛提 叫他 全班和馬球員 最主要集中在 進攻左路 即是攻利物浦的右邊 左邊 他又不是說 要集中人手攻 頂手兩個 因為卡華查 有時蓋上來 最主要是華為迪 但華為迪 不是雲林抽屍的那套球 他不是那種濕水濫核 拿著球 和你扭進去 扭過你 但是他的舊實際 蓋上來 K角位 甚至蓋上去後尚就抽球 扭過球 這波很多時候 亦都使得利物浦出現了很多危機 他有幾下已經蓋上來 後尚切進去後尚可以攻門 或者傳球出來 即是艾利臣已經救了球 其實上半場 要不是艾利臣 利物浦真的 真的是 輸得了 那麼 這兩邊的問題 防守 令到被黃馬針對 其實另一件事 利物浦的防守本身也是 其實昨晚的問題 再出現也比較嚴重 一直都是兩隻中堅 負責 幫兩閘球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出現的 是經常性他們慣常 因為老實說 你對閘 出名的是助攻力強 防守性 羅伯臣也比較好 但後來出了名的防守 是一般的 就算有進步也好 都未至於到一個頂級的位置 很多時候要靠兩隻中堅去幫球 中間很多時候 要防中斗花來 發賓奴金場球 但反過來 金場球 鬥花來之際 基本上是金貴的寫照 沒有人在外面撿球 很多時候 就放了黃馬的中場 在俄比的頂 就起腳射 摩迪 卓奧斯 卡瑪雲加 這三個輪流都起腳 差點有 差點有 卡瑪雲加的球 一射過去 艾利臣緊緊手指尖 貼到球 再中眉彈出 摩迪的球 又緊緊越眉而去 這些已經影響了警號 和黃馬 也要補充一點 黃馬 金場球 肥安 這個部署 除了去壓迫你利物浦的防守之外 同時間也讓你利物浦的進攻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利物浦一向的進攻起點都是那兩閘開始 兩閘開始 他就是封你兩閘 除了 又攻又守 既攻扯守 可以說是一石二鳥 真的一石二鳥 最 certaines部署的人 真的真的是 真的是 不得不佩服 所以 上半場 利物浦不是沒有攻勢的 利物浦不是沒有攻勢的 但是比較上 就不可以像平常的組織得那麼順 很多時依靠後場的長傳 被打斬上去 就能駁 等前面的4個進攻球員們去擱 很多時候 紐尼斯是最勤勵的那個 他也有機會的 那個球就是過不了 孤圖好詩 即是不能說了 但是如果你說上半場入獄的話 黃馬的攻勢更入獄 黃馬的攻勢更入獄 到了下半場 上半場是0比0 高波的如意算盤 已經沒有打響了 即是不能領先 攻破黃馬大門之際 0比0 其實你進級的機會越來越小 其實當你下半場 儘快在頭十分鐘內入獄 也不是沒有機會的 雖然很廢話 但是 的確機會率是你越早入獄 越提高 但是下半場利物波的攻勢感覺上 反而沒有上半場那麼銳利 反而沒有上半場那麼銳利 是刀刀叉叉的都是那一堆 但是問題是怎樣呢 下半場換上發明路 哈飛艾利諾下來 但感覺上都是受制於黃馬 今場沒辦法 黃馬的中場真是厲害 特別下半場 黃馬更加嘗試 利用他們頂級的中場 控球技術 他們的路數 還有球賽能力 傳球等等 各方面的東西 拖慢你的節奏 其實利物浦在下半場 反而是落入了黃馬的節奏 黃馬是頂級的 其實利物浦越急就越亂 黃馬看著拖慢 拖慢就拖慢 手回合我遙遙領先 我不要緊的 就算我拖慢去到70多分鐘 甚至會追到較後時間 讓你攻進一球 我還有把握 輸一球就一球 沒有所謂 至於進到級就可以 黃馬一直頂級 他們中場的控制節奏方面 即是卻奧斯 摩迪 你看看黃馬 雖然這群老人 什麼都很老鬼 但看他們真的是一種享受 那些傳球 傳球走位 如何在人叢當中 在後場 明明一堆利物浦球員圍著你 卻奧斯 一個球出了重圍 引了幾個 一個後抽抽到後面 在三閘線上 一個後抽抽到後面 給摩迪 再拆出來 靠萬加 再一個轉向 給雲尼修斯 就在左邊打快攻 嘩 這些真是大師級的演出 即是當今世上 有哪一隊可以救黃馬 在這方面的細緻位上 聯合譜 中場今場波 真的不夠來 真的不夠來 法奔奴 也好 JM也好 在技術層面已經輸了 再加上 兩個都開始 年紀大的大 雙的也多雙 今季已經下跌了 最終被賓斯瑪入了 其實那個失球 你抱著 後防也是很差的 首先 雲尼修斯沒有回來看 雲尼修斯 沒有追到底 站在那邊看 雲尼克 雲尼修斯 追到來沒有拍他 有一下猶疑 就是那一下的猶疑 就被修斯 躺在那裡 也打走了 過去中路 中路 賓斯瑪空 光納迪又在後面 整個角落沒有追到進來 賓斯瑪級數 鬥後鬥面 搞定 當然 防中委 法奔奴 為何這麼輕易被人打進來 其實是一環扣一環的問題 高普 這場球輸不是戰術的問題 老實說 當你輸到二比五 即是首回合落到二比五 你是局攻的 沒得趕的 這場球放在頭上 也是很正常的 其實呢 這麼說 今季 你抱著跌波 就是因為很大程度 後防 而後防為何又會跌波 就是因為中場的問題 說來說來就是中場運轉的問題 中場運轉的效率下降 令到攻守方面的平衡也下降了 所以呢 你見到 例如法奔奴 開季以來有哪場好球 對不對 有哪場好球 對曼聯那場 7比0那場 因為 就是曼聯太糟了 給你這麼多位去用 正常是 譬如你對黃馬 之前對著 還有什麼球隊 就算伊芬 對著班尼茅夫 那些 有多好會給你這麼多時間去用 你逼著 你逼著 沒有那麼多位 給他那麼多時間 讓他保持著球 他會馬上死 即是 法奔奴也是 其實整條中場線 是幾個大家互相互補不足的 有什麼軒隊 亦都是 Henderson 因為已經年紀大了 體能方面 已經不可能再跟幾年前相比了 所以也有下降跡象 令到 他的位置更加 令到 暗落的位置更加 暴露了出來 他沒有 幫忙去失去位置的速度 以及能力也下降了 同時間 在進攻上也沒有以前那麼高效 很多一環扣一環的 所以賽後 賽後訪問的是什麼? 賽後的名宿 加力查 還說要買右閘 激一下亞諾 這不是右閘問題 當然亞諾有他本身的問題 但更大問題 是中場 中場要換血 現在是利物浦 好了 前面 你說新的三叉擊 叫做OK 這樣便到中場 其實換血 是要中場 不過還是那句 FSG 你付多少錢 昨天開live 也有些利物浦球迷 是中粉 他們都說是面對現實 這個FSG 怎會給你賺比寧咸 比寧咸已經不是現在利物浦 真的可以這麼輕易爭到的球員 你現在比寧咸幾間大會 還要是 不用計算過 萬城 黃馬 車仔 甚至有傳說 很多的PSG都想分一倍更 你這些如何爭 你Fsg 連他扔少的錢都要計算過 對吧 你似乎即是十分 但你中場真的要換血 一定要換血 一定要換別人 真兵也好 換人也好 你怎樣也要 不然下跪也很難搞 問題就是中場運轉的問題 這場球賽 勝負關鍵 一個字 英文字 class 中文兩個字 class 級數的分別 黃馬真的沒得說 級數的問題 講少題外話 昨晚我開這場球賽之前 我去了看Best Street Boys的現場會 雖然我不是他們的粉絲 我一向大家熟知我對於boyband 我也很一般 就是我們這些玩開band 聽說rock的東西 但是無可否認 真的是個class 他就給了你一個國際級的水準 五個人 不需要任何dancers 不需要任何機關 你那些什麼機關升降台 完全沒有 一個舞台 平的flag的舞台 頂上幾級樓梯 後面的大盲照著 這樣就可以了 做多一些燈光效果 最多就是 所以 告訴你 很多東西 back to basic 就是你本身有基本的實力 是否紮實 back to basic boys 隨時 看下去 老實說 不要說香港的那些 不要說香港的那些 十二塊鏡的那些 當然不是那群 完全不是那群 K-pop 也不是他們那群 老實說 你K-pop 走開吧 排到他們那裡 真是什麼國際級水準 同樣地 和馬告訴你 是 聲味來講 以近這十幾二十年 這一隊的和馬的聲味 算是比較低的那群 沒有什麼聲味那群 但是就是基本上夠紮實 那個級數 那個國際級水準 還有那個技術和經驗 並重 所以黃馬就贏在這方面的級數 當然 你說今季黃馬 在西甲就暫時沒得說 真的不夠巴採 但是肥安這傢伙很會玩的就是 定時定後會怎樣取捨 可能就知道這群幫不可以雙鳥了 已經有老一年的時間 那就取捨去追歐聯 對嗎 儘管看看黃馬追不追到歐聯 但是你對著 例如可能對著拜仁 還有什麼 萬成 如果對著你的對手 可以嗎 其實這波應該都蠻好看的 黃馬的話 黃馬真的不可以少看這群傢伙 真是神經病 好了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麻煩 放一個Like和Subscribe 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 Come and Like Subscribe和Share 缺一筆好 在YouTube Subscribe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收通知 正常的新節目和Live 都會通知大家 若然擔心YouTube 不推播 那怎麼辦呢? 上IG 追蹤Patrick樂遠路的IG 因為有新節目和Live的預告 我會在IG上發帖 亦會訂上IG story 萬無一失 好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